嗨,大家好,这里是珊珊眼花,我是珊珊 咱们上期视频当中给大家讲到了花卉市场的潜规则 没想到竟然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甚至有几位花友就直接过来找我了 跟我分享她自己其他的一些入坑经验 说实话,真的是把珊珊也给吓了一跳 因为真的是没有想到花卉市场竟然还有那么多的陷阱在等着我们呢 今天珊珊就把这些全部给她总结了一下 咱们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花卉到底还有哪些坑 除了上期视频中咱们说到的花卉滚灾页面油量还有这个盆铺板结之外呢 咱们今天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关于花盆和花漆的问题 大家看到我后面这些大型的盆栽特别的好看 玉聪聪的很漂亮是不是 实际上如果您去大型花卉市场的话 会看起来比这更加的好看 让您一看就想要带回家这几盆 那一般情况下这种大型的盆栽呢 看起来不光是花好看就连它的这个花盆也要比较大起比较上档次 那比如说像后面这个红尾葵啊 祝福树啊还有这个八方莱财 还有这个龙雪树 它们这种花卉都是需要这种大型的花盆的 那这种花盆到底有多深呢 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这种花盆重量还是比较重的啊 如果说它里面装满了土的话 就是玉木是搬不动的 它特别的重 但是咱们有些花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玉道的这种花呢 会特别轻 而且搬起来会感觉它的重心就像不在底部一样的 这是因为很多的山家在花盆的底部 给它填充了好多的泡沫 虽然说他们给出的说法呢 是增加它的输水透气性 但是也影响了花卉的这个垂直根系生长 如果说它们是掰碎了 给它放进花盆里面的 这样还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是整块的放进花盆里面的 那别说是输水性了 就连透气呢都做不到 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呢 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花卉烂根最终苦死 除了以上这种呢 还有一种就是违反了自然生长规律的 咱们大家都知道一般的花呢 都有它自己特定的花期 像咱们比较常见的桂花呀 菊花呀 不忘我等等这些花呢 大部分都是在夏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 才会开花的 那有很多反季节的话呢 在这个花卉基地开的却特别的好 特别的艳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很多花友就会经不住诱惑 带几个回家了 但是到家又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哭死了 这就是因为很多反季节的话 大部分都是经过这个温室 大棚统一培育出来的 所以说在咱们普通环境下 开完花就相当于榨完了它所有的潜力 所以说很难养 那开了花的有坑 没开花的照样有坑 很多花友说呀 自己买的多层牡丹 养了几个月 开花之后却变成了单层凤担 其实这个呢 就是很多不良商贩的诡计了 他们会用凤担来代替牡丹来卖 虽然说凤担也是属于牡丹的一种哈 但是它们的价格呢 却相差悬殊 而且春天呢 根本也不适合牡丹的一栽 所以说珍珍还是建议您 不要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去买牡丹 如果说您特别想买的话 那我们最好是挑盆栽好 而且还带着花苞的牡丹 像那种裸根 而且根系看起来根本就不发达的那种 您还是需要多注意一点的 哦 对了还有一点是 这个前叶牡丹 虽然说它开的花比较像牡丹 但是它根本就不是牡丹 春天呢 是最适合赏花的季节了 所以说在家里多养一些花 还是极好的 但是您在买花之前 您还是要多看看 我最近发的几期视频里面的 注意点 避免上当入坑 我是珍珍 如果您觉得这期的视频 对你有 感谢观看